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河南省气象局 6月3日到4日的周末 河南将再度迎来新一轮的降雨 其中西部中南部还将有中到大雨 河南的小麦年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目前正是抢收的季节 但最近几天上百台收割机 却被滞留在高速公路上 当地交警以各种理由要求罚款收费 再加上连日的阴雨天气 小麦烂在田里发芽 农民欲哭无泪 面临新一轮降雨来袭 河南省试图补救 但当地农民透露 收割费已经从降雨前的40到50元一亩 涨到80到100元一亩 如果小麦特别湿的地块 收割费还会更高 此外 小麦发芽越涨品质越差 如果芽涨超过两厘米 基本上就没人收购了 目前发芽小麦的收购价格 跌到3到6毛钱一斤和去年同期的1块5亿斤 是天壤之别 河南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在8500万亩以上 截止到6月1日 只有22.9%的麦田被采罚 收割工作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 北京虽然只字不提这段历史 但在六四敏感期高度戒备 加强了对维权异议人士的监控 要求他们晋升 据了解今年的六四维稳期大约10天 严厉程度堪比中共二十大安保 北京异议人士查建国 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等 至少10人遭到国保盯梢监控 人权活动家胡佳 资深媒体人高瑜等一些著名异议人士 在6月初都被当地国保带离北京 到外地所谓旅游 八九学院参与者 安徽合肥异议人士沈良庆 6月2日发推特表示已经收拾行囊 当地公安前几天已经通知他 在六四期间必须接受软禁式旅游 湖南诸州多位议议人士 接到公安警告 其中陈思明被拘留 四川 贵州 湖北等地 都传出维权议议人士 被当局严密控制 六四维闻也蔓延到香港 南华早报说 这个周末5000名香港警察会上街巡逻 以防未经授权的集会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在美中紧张关系的阴影之下 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召开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再次宣称 北京绝对不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评论人士认为 这是再度炒作民族情绪 中共真要攻台成功几率非常低 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 6月2号到4号在新加坡召开 来自41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参加 包括美国 中国 澳洲 日本 英国 韩国 及乌克兰等多国防长 目前美中关系恶化 美中两国防长住在同一家酒店 甚至在同一间会议室开会 却没有安排会谈 中共防长李尚福6月1号 会见新加坡防长黄永宏谈及台湾问题时宣称 绝不允许所谓的外部势力以台制华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等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树说 利用台湾问题来炒作民族情绪 是中共的最后一张牌 所以他乐此不疲地提武统 炒作民族情绪 是中共的这么一个 巩固他的统治的手段 他真要去打打不赢了 那很可能最后就成为他 统治崩溃的一条绝路了 所以炒作这个武力统一台湾 从来都是他不断地叫嚣的 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叫嚣这个东西 他能够引起中国社会一批人 狂热地跟随中共 这个是中共要达到的目的 中方已经多次拒绝 美中军方高层对话 6月1号奥斯汀在日本东京表示 中共防长拒绝与他沟通 是不幸的 双方持续缺乏沟通 可能导致事态失控 北京在去年8月 陪洛西访台的时候 就已经定调了 就是说要中断美中的国防部等级 还有战区等级的这个对话 所以他只是顺着这个制裁的 这个话语来说 就是你既然制裁了李尚福 那么我就不跟你做对谈 李尚福在担任中央军委 装备发展部长期间 因为购买俄罗斯武器 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 他升任国防部长后 美国并没有解除对他的制裁 但五角大楼表示 这不妨碍美中防长 一起旅行公务 5月30号 美国军方又发声明表示 美军一架侦察机 在飞越南海时 遭到中共战机 以不专业的方式挑衅拦截 相对的美国就技高一筹了 美国的态度很清楚 也很简单 就是我善尽这个沟通的 这个告知义务 第一个我提出要防长对话的建议 那第二个我公布了 你中国的军机在南海的 这种危险的拦截行动 那第三个 最凸显的中方 违背了2014年 美中签订的海空遭遇的 一些基本准则 所以我想华盛顿方面 它是等于是把这事情挑明了 也就是美方已经人之意尽 那么后续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就是北京的责任了 在去年的香格里拉会议 中美防长已经交过手 当时中共防长魏凤和 讲话强硬威胁武统台湾 但美方的态度客气立场坚定 去年奥斯丁讲的是 美国有能力防止解放军 用武力改变现状 那今年奥斯丁讲的是说 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这都是一样的 那加上这一年来 美国在军事操作面上面 落实了非常多 协防台湾的举动 不管是军售 或者是说军事援助 或者是强化跟台湾的训练 这些情况看起来就是 美国是说的少做的多 不过这次美中防长 虽然没有举行会谈 但双方都在寻求 巩固各自的领导地位 五角大楼表示 奥斯丁将与主要领导人会面 以推进美国在亚洲地区的 防务伙伴关系 而李尚福则与新加坡 签署一项合作备忘录 建立两国军方高层电话热线 苏子云说 两国在南海没有主权争端 在军事上不会对抗 设热线军事意义有限 以国骂批评中共防疫政策 而走红的河南网红陈少天 在行晚出狱之后 毅然加入了走线队伍 前往美国寻求自由 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从南美洲的厄瓜多出发 穿过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 再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 在偷渡客口中被称为走线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线去美国 曾因言获罪的河南网红陈少天 在行满出狱一年后 与今年5月从新加坡抵达土耳其 正式加入走线之旅 陈少天说 抵达厄瓜多首都基多时 看到很多中国偷渡客 陈少天述说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我前面有一位朋友在走嘛 他们在雨林走了5天 九十一升下大雨走了5天 我走线去分两条路线 一个是毫滑路线 一个是普通路线 毫滑路线比普通路线贵1100美金 我选了1100美金 那个线都简单一点 他们资金不够的话 就走另外一条比较简单的线 他们刚好又遇到下雨的天气 很辛苦很辛苦的 这趟长达数千公里的走线之旅 充满很多未知的危险 什么都不想要 什么东西都不想带 还有的人绝望在里面 还有人生病的 他们运行不好的 他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就我们这一批 还有一个老太太 花了120美金 导游 把他们抬出来的 找不动啊 接下来可能到威地马拉 跟那个墨西哥会比较麻烦一点 节奔会多一点 可能会浪费点时间 浪费点钱 他们不要赢的命 就要钱 其他没什么 陈绍天是河南省周口市福沟县 古城乡 摇缸群人 以前曾是一名货车司机 在2020年疫情期间 他针对中共封城期间的各种乱象 发国骂短片迅速在网上走红 被网友称为国骂哥 天哥 他还曾以暗讽方式痛骂中共警察 但又只字不提警察二字 骂中共官员也从不指名道姓 但同时也引起中共公安的关注 作为一个人该说到自己该说的话而已了 2021年 陈绍天遭河南省福沟县警方拘捕 同年3月 陈绍天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直到去年3月 陈绍天刑满出狱后 以劳务输出的名义前往新加坡打工 走线途中 中共警方还要挟陈绍天的亲友对他施压 历经艰险也要逃离中国 陈绍天说他不后悔 事业无解放 千万愤青恐成中共维稳噩梦 中国今年有超过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但4月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20%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不仅影响经济发展 温饱也成了大问题 若再进一步转为失业愤青 很可能会成为中共维稳的更大噩梦 中国的年轻人正面临创纪录的高失业率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精神上 他们都处于挣扎中 中共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 其中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20.4% 创下2018年统计以来的最高峰 今年中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 有1160万 创下历史记录 以20.4%的失业率来看的话 代表着每5个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人失业 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制造往下调整 一个公立面移转之后 有众多的企业从中国撤出 年轻人失业现在到20.4% 这个情努如果公立面不大的外移 压力就会加动 所以就等于是从过去30年 全世界大规模进到中国投资 创造的就位 现在如果这些外汽不断的移出 中国的失业压力会更大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被迫进入躺不平 卷不起的状态 甚至有些人连温饱都成问题 而早前发生的白纸革命运动 让中共当局见识到 年轻人是敢于上街抗争的 为了避免未来更多失业青年变成愤青 各省政府不断鼓励年轻人到农村工作 这个就失业问题啊 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也是个社会问题 它也会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在这点上 中共最怕的最担心的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社会炸弹 政治炸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一封给大学生的信中 鼓励中国青年走进乡土 他还以自己在文革期间下乡的经历 反复呼吁年轻人要自找苦吃 广东省政府则计划 要将30万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送到农村去干活 这让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时代 推动的上山下乡运动 中共党媒也不断在炮制 年轻人靠送外卖 回收垃圾 摆小吃摊 打鱼种田 才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故事 无风不起浪 在中共所谓的光荣正确领导下 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失业潮 回看这些年 中共除了对房地产 网络及教培业出手监管 导致上百万就业机会蒸发 加上疫情期间 中共的高压风控措施 引发难以计数的公认被解雇 以青年人为主力的服务业工作 大量被消失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指出 中共现在内忧外患 内部外部的形势都很紧张 所以中国这次的失业潮很难化解 中共是在劫难逃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维权网6月2号报道 去年8月在越南突然失踪的民主人士东广平 实际是被中共警方跨境抓捕 从去年10月起东广平一直被单独秘密积押在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据悉 联合国人权系统的三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 以致信越南政府表达对此案的关注 中国知名博主阮小桓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7年 他的妻子被女士坚持为他发声 被女士5月31号起与外界失联 移遭上海洋浦区长海路派出所带走 但派出所不承认 维权人士林生亮6月2号在推特上表示 经地工们不断打电话 派出所的人回复人已经放了 手机被没收 法轮大法明慧网6月2号报道 今年5月获知20名法轮功学员 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 这些学员生前有的遭受过上大挂 打毒针等酷刑 有的遭受长期冤狱 他们分布在中国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发布中国意义观察的最新报告 显示中国劳工抗疫活动激增 从去年6月到今年7月 民间抗疫总数达到2230起 累计至少有29000人参与 抗疫事件最多的地区是河南、广东和山东 由于中国经济在疫情解封之后没有强劲反弹 今年5月外国投资者抛售中国股票的势头加速 同时家庭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影响到国际投资人 他们普遍下调了对中国复苏的预期 彭博社说 在股票市场 去年11月中共取消清零政策后 护身300指数有所增长 但现在又折损一半 而国际投资者也在抛售中国大陆的股票 一天之内外逃的资金就高达10亿美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次破期 反映出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的回落 此外 中国房地产业销售在短暂反弹后又恢复疲软 另外 受建筑业萎缩的影响 铜价和铁矿石价格又跌回疫情开放前的水准 报道引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部执行总经理郭朝辉的话说 人们普遍下调他们对中国复苏的预期 中国经济今年反弹力度 很大程度取决于家庭和企业是否愿意掏出 他们在疫情期间积累的资金 但目前的数据让国际投资者失望 在解除疫情风控后 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出现 而且尽管央行扩大货币投放 CPI和PPI指数却持续走低 通货紧缩的阴影加深 三月份它的广义货币增长 中速达到12.7% 跟这个环比就是跟上一个月比 但是呢它的这个物价却是基本上没有提高 就是它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今年三月份跟去年三月份比 只增高了0.7% 也就是说在大量增发货币的情况下 不仅没有通货膨胀 反而通过紧缩这个经济已经非常麻烦了 与此同时 中国家庭2022年的储蓄率 创下增长33%的新高 一些经济学者认为 减少支出增加储蓄 显示出民众信心不足 资深金融市场分析师何冰认为 更加实质的问题是 民众消费能力不足 他以中国招商银行的数据作为样本 在招商银行的存户中 占0.07%的富裕存户 人均资产是2813万元 他们去年人均增长了33万元 此外 占2.2%的中产存户 人均资产是151万元 他们去年人均减少了2万元 最后 占97.7%的存户 人均资产是1.25万元 他们去年人均只增加了1100块 这里头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人 他们没有什么购买力 因为他们的资产只有12500块钱 他就是增加1100元 他也只有13600元 所以所有地形人 就是中产他的收入下降 那么他一定需要储蓄的 穷人是再增加收入 他都马上需要储蓄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多少应急资金的 这是中国的消费者的这个真相 这也影响国际投资人对中国市场的预期 那当然了 因为现在就是所有到中国去投资的多数 是需要利用中国的市场的 只有一种公司 他可能不会太在意 就是他需要利用中国的供应生产设施 当然这反过来就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就是他本来已经有问题了 如果外资止步不前 甚至呢 有些因为市场少了 他的利润表现不好 他要撤出 那对中国就又是一个打击 独立经济学者郑旭光表示 中国再也不会有 过去30年那样的经济增长 这是所有投资者都可以认知的 这个是个宏观的一个判断 这个不需要看几个月的数据 这个可以从结构上分析出来 比如他的老龄化呀 比如他习近平的上台呀 他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强调 实际上国家安全就是中共政权的这种忧虑嘛 那大家最后想 这个风险太难把握了 干脆脱钩算了 它就是主要是因为政治风险带来的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23号表示 中国经济未来10年或20年的前景平淡 将面临一个平景中国 他表示 中国不得不与4%至5%的年增长率说再见 更多的接受2%至3%的增长率水平 大陆疫情正在升温 民众表示之前的三年疫情看到中共害死太多人 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他的声明 王健康说 我亲身经历新冠疫情的疯狂管控三年 和2022年12月份无准备的突然放开 许多重病人无法住院治疗 害死太多民众 制造共产党的邪恶 特委托大法弟子 退出隋大流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 抹去兽印 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本人亲戚家所在的村子 在1999年以前有人练法轮功 有一些了解 今天我的主诊医生告诉我 有的病友只是听了李大师 九天班录音一个月 其他治疗方法没变 肺部转移癌变少变小 原来疼得在当地诊所打止痛针才能止住 现在一点儿不疼了 太神奇 本人也拿了资料准备修炼 感恩感谢李大师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